高雄石化气暴已经一年 在群民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仍然心有余悸 但尽管重建路辛苦 想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援助与关心 居民们心中仍然是充满感激 已经一年了 魂傻气暴当晚 还是心有余悸的李小姐 在一心路上 经营机车买卖已经超过四十年 回想过去一年的重建路 他说 气暴毁家园 虽然车行业绩下滑 加上施工期的种种困扰 但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与关怀 仍让李小姐倍感温馨 这次把我们拉皮拉得很漂亮 政府有用心 替我们做这些工作 我们的朋友早上去买 说要来把气暴吃买 因为有感恩的心 说要买买买买卖 不然他们都会下滑 社会台湾人真正很温暖 每天都有人在问 都給你關心 看你們心情會好嗎 而這一位 在凱旋路從事汽車租借的張先生 因為氣爆 一氣之間 他損失了15輛車 政府提供的氣貸方案 讓他背負的貸款壓力迎刃而解 那時候我們的頭髮是以騙說不定 想到就是說 三十年的打拼 一顆錢會破散 你小朋友的貸款 你要交流 高雄市小朋友我們氣貸 他氣貸我們剛才賭貸這個貸款 這個經濟民嘛 所以要收穫 要感恩 儘管遭受了巨大的傷痛 輪候的高雄人 仍是埋怨的少 感恩的多 重回現場 從滿目瘡移 到漸漸步入正軌 三多路上 屋頂被炸翻的百貨店 也已經重新開張 一年過去 外界看見災區的居民 浴火仇深 新唐人亞特電視 李金菊 葉子芬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新售的原則 貸貸